美国强大的电影工业 又盘活了一部史诗集魔幻大作 该剧刚上线三个小时 便在全球150多个国家掀起观影狂潮 其宏大的世界观以及丰富的故事线 丝毫不逊色于权力的游戏 而且还有人气男神亨利·卡维尔的家帽 绝对是今年暑期最不容错过的作品 故事起源于某个神秘的小镇 一名商人带着他的家眷来这里口租 但这里却死气沉沉空无一人 商人想叫醒对面的人家 背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紧接着母亲便被什么东西拖走了 妻子似乎看到了什么非常害怕 商人都还没搞清楚状况 哪想到又被瞬间拖走了 但商人很快又被扔了下来 可已经变成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妻子吓得连连后退 可惜最终还是难逃厄运 不久之后白狼带着希瑞公主 也来到了这个小镇 因为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雪 他们想找个旅店修整一晚 但偌大的小镇 竟然只有一户人家亮着灯 他们只好走了进去 哪想到才刚进前院 房子的门窗就开始剧烈晃动 紧接着背后的大门也关了起来 这时一头猛兽突然冲了上来 并迅速将白狼扑倒在了地上 白狼一个翻身将他骑在身下 原来这个人是白狼以前的好友 他遭到了尼基斯邪恶的诅咒 变成了现在猪头人身的怪物 但他不仅拥有了长生不死的能力 而且还学会了无所不能的魔法 无论想要什么立刻就能变出来 为了让希瑞的身子尽快暖起来 他还贴心地为他变出了一个浴缸 希瑞兴奋地泡进了浴缸里 但他自尽来一个女人 女人的动作非常奇怪 看起来就像一只野猫 明显不是正常人类 女人完全不受重力影响 可以随意在墙壁上爬行 即便是到了地上 依然用四肢匍匐着前进 可想而知肯定是一只怪物 但女人对希瑞并没有恶意 只是对他非常好奇 原来这个女人是一只吸血女妖 而且还是猪妖的女朋友 因为白狼是大名鼎鼎的猎魔人 所以暂时将她藏了起来 说完女妖拉着她的手亲了一下 希瑞便立刻昏睡了过去 晚上白狼在院子里巡逻 发现了几具死亡的事 是智慧妃的怪物 于是她立刻喝下魔法药水 让自己进入了狂暴状态 这个女人趴在一头野猪身上 正贪婪地吸食她的血液 抬头一看竟是一只吸血女妖 白狼立刻就冲了上去 女妖张开血盆大口 喷出一股强力气流 将白狼强行钉在了墙上 但女妖又迅速躲了起来 白狼四处寻找她的下落 哪想到女妖突然发动了偷袭 并张开血盆大口拼命撕咬 白狼从双指爆发一股冲击波 迅速将女妖阵飞了出去 女妖被阵的多处骨折 可她用诡异的姿势立刻就爬了起来 随即又将脑袋扶回阵位 再次爆发了奸笑神功 白狼操起力剑一顿猛砍 却被女妖灵活的身法迅速躲开 随即女妖又喷出了强力气流 可惜白狼这次有了准备 紧接着白狼又收盾蓄力 打出了漂亮的一击 女妖再次被白狼震飞了出去 哪想到女妖又变成蝙蝠形态 并迅速展翅飞到了空中 缺乏对空作战能力的白狼 一时间也陷入了被动 女妖借助飞行的优势 对白狼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可惜白狼宝剑耍得出神入化 女妖占不到半点好处 于是又立刻飞到了空中 伺机再次对白狼发动偷袭 但睿智的白狼早已看穿了一切 女妖变回了人形 可却是全身赤裸状态 希瑞好心的给她盖上衣服 没想到女妖突然抓住了她 还说要撕破她的喉咙 就在她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 一根长毛突然捅了过来 并直接穿透了她的胸膛 可没想到杀她的竟然是猪妖 女妖在火焰中化为了灰烬 猪妖也哭得肝肠寸顿 可她的身体却开始产生电话 并迅速变回了人类的形态 她身上的诅咒消失了 因为真爱就是打破诅咒的减要 随即猪妖说出了背后的真相 原来她和女妖是真心相爱 为了让她不伤害人类 她还定期主动给女妖吸血 可女妖魔性难除 小镇上的人几乎被她吃光了 看到她对希瑞下手 终于才下定决心大意灭亲 但女妖以死猪妖也不想护活 她恳求白狼给她痛快地来一刀 可白狼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称之为灵帝矮妖 是猎魔人中最危险的怪物之一 她的触手众多极其难产 哪怕是被她刺伤一点点 都会悲惨地命丧黄犬 为了给希瑞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白狼带着她来到了猎魔营 看到白狼回来大家非常兴奋 立刻拿出梅酒给她接风洗尘 这时她的好友爱斯卡尔也回到了营地 她刚与灵电